好 現在全球極端氣候發生的越來越頻繁 照理說這個ESG的投資 應該是越來越熱才對嘛 陳彥 但為什麼現在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相關的基金 很多都是悄悄的關閉 要不然就是把ESG這個字眼給拿掉 好 可能你會覺得 是不是跟氣候有關的議題退燒 但是我先讓你看一下 《華爾街日報》做的 這個主要的一個標題 美國經濟為氣候變化支付的天價帳單 每年是多少 一千五百億美金 什麼意思 現在就是以2018年到2022年來看 就這幾年還是現在 每三個禮拜就經歷一次極端氣候 你看突然之間夏天下雪 然後冬天很熱 這個還不光只是極端氣候的影響 甚至突然在極凍跟極熱的過程中 會影響到農作物 這個也還不誇張 更誇張的是你的火災頻繁的問題 地震的問題 還有暴雨風災所帶來的地 這個環境的一個破壞 甚至我們所看到的很多的地方 突然整片野火 導致這個民眾逃生不及 所產生的意外的一個災害 這些災害損失非常非常嚴重 你看損失超過十億美金 八十九次損失超過十億美金 可是問題是過去這樣的一個頻率 是多久 四個月才一次極端氣候 而且這個極端氣候影響的範圍 跟災損可能都還沒有過去這麼嚴重 所以現在不只災損嚴重 頻率高 而且衝擊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對一些貧困 或是比較弱勢的一個地區 衝擊更為驚人 所以大家都現在就要談說 我怎麼做清潔能源 我要怎麼節能減碳 我要改變的是地球的一個環境 奇怪 那我這樣講完 這個狀況在之前 其實對所有的ESG投資人來講 是買單的 也就是說我講到這邊 他說那投多少錢 這樣子 但是現在這個講完以後 他只是這上一次我就聽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幾年前ESG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為什麼捧著錢 去找ESG的投資 因為確實大家認為 認為要做的事情是環境 社會公司治理對不對 就是這些公司 真的可以幫助我環境的改善 可是到後來這個熱潮退燒以後 大家中間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會急速退燒呢 因為績效不如預期 而且太多的ESG的基金 ETF或投資商品 大家仔細去看 發現投資大部分的重疊 還有一個問題是 真的是ESG嗎 他到底做了什麼 跟ESG有關 你說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 可是我關心的是 你剛才講到的 氣候變遷的一個議題 我關心的是 你講要對地球破壞 怎麼樣去降低 這個程度的議題 可是他們真的有多少的 比重在做這件事情 好像也不是真的這麼的相關 所以在投資市場 即便他好像感覺是退燒 但其實ESG他依舊是趨勢 所以我覺得 ESG的退燒不是消失 而是會做一個更好 更精準的一個整病 也就是說未來真的留下來的 ESG相關的一個概念議題 或投資主題 他一定是很認真的在做 所謂的環境 或是對地球未來更好 這件事情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提到這個公司 我們說到年底作帳行情 已經開始啟動了 在今年漲幅相對比較低的 這些傳產股 有沒有表現的這個機會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